找了那些名人出來檢測 蕭芳芳也去 蕭芳芳好心你關心12歲的女生吧 你真浪費狗氣 當時我已經問 蕭芳芳死狗在哪裡 蕭芳芳是什麼人呢 是一個 全家產男士 是一個 又濃又盲的死扑街 是不是 Facebook 或Instagram 他說前日 今天上載的 前日就是星期一 就去檢測中心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去 無論如何都會去檢測中心 他官拜這個 給我很忙的 政務司司長 這麼巧就見到蕭芳芳接受採養 那我就很奇怪 蕭芳芳又這麼有空去採養 退休沒有事 他不是一個護苗基金很忙的 護苗基金人是12歲的女生 叫他買粉彩 受到這樣的襲擊 他都沒有出聲 護苗苗 我要這麼說 護苗就有你反 昨天我調整完之後 香港 兒童群益會也出了聲 雖然我認為他們比較猛 但是也是有說的 護苗基金 直到這一刻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 我收到還沒有出聲 以後改名護苗基基金 你做護苗基手 老實說 有陶傑是這樣 我們也是這樣 大家聽回我們以前給你晚報 這些含家產左膠 或者這些所謂 女權分子 真是好難笨咒 我不是說全部九成九 我對著那些 老實說 這些道德高地 是多高尚 我也說我愛的 關愛有家 張建宗今天 就鋪了他跟蕭芳那張照片 就說 記得當日自己做勞福局局的時候 就曾經獲邀出席這個護苗基金 就說他對孩子關愛有家 我就不知道 我懷疑 張建宗是手足 他在今天 是今天 上載了一張跟蕭芳的照片 就說他對孩子關愛有家 其實現在 全程是 在等護苗基金發聲 是嗎 是嗎 我們先看一張照片 我吊你老母是 蕭芳芳那麼免得閒 那麼喜歡跟別人 碰手 OK 連去吊你關注一下 發一個聲明 為你的護苗基金 我不知道他現在是甚麼姿勢 或者已經退休了 為你一手創辦的護苗基金 說回一句說話 或者為一個十二歲的美女 護苗對孩子寵愛有家 所以實際上就像唯有家有家兒